保罗达哥罗西人书 第一章 奉上帝旨意 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和兄弟提摩泰 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 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 愿因为平安 从上帝我们的父归与你们 为门徒的信与爱与望 感谢上帝 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常常为你们祷告 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 并向众圣徒的爱心 是为那级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 所听见的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也传到普天之下 并且结果增长 如同在你们中间 自从你们听见福音 真知道上帝恩惠的日子一样 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 一同作独人的 以巴佛所学的 他为我们作了基督忠心的执事 也把你们因圣灵所传的爱心 告诉了我们 为门徒加增智慧 力量 忍耐 祷告上帝 因此 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 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 祈求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 吾性上 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 凡事蒙他喜悦 在一切善事上结果止 漸漸的多知度上帝 照他荣耀的权能 得以在各样的历上加力 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 忍耐宽容 又感谢父 叫我们能与众圣徒 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旅 我们在爱子旅得蒙旧熟 罪过得以赦免 爱子是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 是首生的 在一切被造的已先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 地上的 能看见的 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位的 主治的 执政的 掌权的 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 又是为他造的 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靠他而立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 是从死女首先复生的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封性 在他里面居住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 便借着他叫万有 无论是地上的 天上的 都与自己和好了 你们从前与上帝隔绝 因着恶行 心里与他为敌 但如今 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 叫你们与自己和好 都成了圣结 没有瑕疵 无可责备 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应当稳固 不离开福音的盼望 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行心 根基稳固 堅定不移 不知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 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 也是传语普天下万人听的 我保罗也作了这福音的执事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 祷告欢乐 并且为基督的身体 就是为教会 要在我肉身上 保满基督患难的血陷 我照上帝为你们所赐我的职份 作了教会的执事 要把上帝的道理全得全备 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 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 上帝愿意叫他们知道 这奥秘在外帮人中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使各人在基督里圆传 我们传扬他 使用诸般的智慧 劝戒各人 教导各人 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圆圆传传的 引到上帝面前 我也为此劳苦 照着他在我里面 运用的大能 尽心揭力 他们上墙经历 划算丢及换 天荷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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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